你要求我攻略女主 一个从小拥有毒心术 长大后心狠手辣 冷心薄情的病胶 我沉思片刻 选择在女主一岁时进入世界 于是那天大雪纷飞 我抱起了被遗弃在医院的 遗岁女主樱贺雪 六年后在我开的福利院里 她哪生哪气地问我 院长 攻略是什么意思 我摸了摸她的头 意思是 我要让你在这个世界 勇敢地抓住未来 樱贺雪刚生下来时体弱多病 她的父亲不祥 母亲难产而死 她的远房亲戚在她一岁大的时候 就将她遗弃在了医院门口 那天寒冬腊月 大雪纷飞 樱贺雪发起高烧 丧失了部分听力 但她偏偏拥有毒心术 从那天起 她的世界明明沉默无声 恶意却扑面而来 我站在医院门口 看着怀里睡得很香的小婴儿 我感觉我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比如 我该查一下 如果要继承一家福利院 需要什么资质 樱贺雪待的那家不爱福利院 实在是管理松懈 不过无所谓 我可以帮忙整治 我把小婴儿的强宝裹紧了一点 带她走进了医院 希望现在不晚 她的听力还有救 系统帮我做了身份证明 我先将樱贺雪送到医院检查治疗 随后就去接手了那所 看上去破破烂烂的不爱福利院 这所福利院内倒闭多年 没有小孩 也没有护工 直到今年才被临时接管 一切都处于混乱之中 百废戴心 我之前的工作就在福利院 对这一切流程熟悉无比 更何况还有系统的帮助 樱贺雪是弃婴 医院交由警局后 在我的一番操作之下 樱贺雪被我收养 进入不爱福利院 成为院内的唯一一个小孩 和剧情一模一样的走向 但不同的是 这次的福利院院长换成了我 我一边照顾樱贺雪 一边重建整个福利院 有条不紊的完善院内的基础设施 一切都进展非常顺利 系统对此大受震撼 因为樱贺雪对我的好感度节节攀升 已经到了八十 我毫不意外 几岁的小孩 最亲近的肯定是天天照顾她的人 虽然樱贺雪还不懂什么叫爱 但她早已学会在我去抱她的时候伸出双手 并对我露出一个傻乎乎的微笑 每当这个时候 系统就会自言自语 怎么会这样 还能这样吗 原来可以这样 我没理会她的恍惚 抬头看着面前焕然一新的福利院 满意的说 效率不错 就是不知道附近有没有配套的教育设施 我看了这一块的政策 福利院是可以拥有自己的学校的 只是不爱福利院显然不够格 还需要我多加努力 记得喊我院长 小小的樱贺雪问我 院长 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抱着她 告诉她 她来到人间那天 正好下了雪 而她的妈妈 恰好很喜欢赫 她还太小 不能明白死亡和分离的意义 但我也不愿意因此抹消她名字的来由 樱贺雪似懂非懂 我的名字是妈妈喜欢的赫 妈妈也喜欢我 我摸了摸她的头 是的 贺雪的妈妈很爱你的 她就高兴了起来 又露出了傻乎乎的笑容 教会樱贺雪写自己名字那天 我问系统 你们系统也分很多种的吧 系统被我问住了 认真地思考起来 我不知道 但我们都是攻略系统 我听出端倪 你有同事吗 有的 但是我没有名字 他们难道都有名字 他们都给自己取了名字 系统呆呆地说 我之前认识的好朋友叫小慈 还有小姐 小一 我问 那你为什么不像他们一样 给自己取个名字呢 系统迟疑了几秒 可是之前有别的同事说他们不务正业 取名之后就去干别的事 你也可以干别的事 比如和我一起经营好这所福利院 但我同时也在攻略 所以这并不算不务正业 这样吗 系统好像激动了起来 我也可以给自己取名字吗 是的 我问声说 你想叫什么 那我陪你一起开福利院 他说我想叫小林 我想了想 小林 好听 他扮上没动静 但我猜 他大概是和自己的朋友们分享喜悦去了 福利院正式重启那天 我带着英赫雪迎接新来的小孩们 我看了资料 大概是因为剧情引力 英赫雪曾经的小竹马 之后的白月光 宋天也来了 他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双双死亡 之后被送往福利院 八岁那年 养父母带他移民国外 剧情并未过多琢磨这一块 但宋天从一个乖巧可爱的小男孩 发展成后面那种经典恶毒男配形象 这段出国的经历必定不太愉快 我仔细甄别 发现那对养父母 其实根本没达到领养的要求 还是福利院的规范问题 于是我看着面前的小男孩 怯生生的模样 蹲下身温柔的摸了摸他的头 小天乖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却被我乖乖抱在怀里 吃着我送的糖 露出今天第一个笑容 细声细气地学着喊我院长 英赫雪绷着小脸 有些紧张地带新来的小朋友们参观福利院 这是我郑重其事布置给他的任务 他也颇具责任感 很有前辈的风范 在一群新来的小朋友间穿来穿去 我看他一会安慰那个别哭了 一会送这个一颗糖 一会又握着小拳头发誓 这里绝对是最好的福利院 不由得玩耳一笑 下午我带着小朋友们睡午觉 英赫雪看上去很兴奋 根本睡不着 甚至悄悄对我说 院长 今天来的小朋友 我最喜欢陈希儿了 他好酷 陈希儿这名字怎么有点儿熟 我看着那个叫陈希儿的小女孩脸上的胎记 总算想了起来 这不是就是未来的阴暗厌世的女儿吗 看来得把普法课程提上日程了 陈希儿这孩子现在看上去很感兴 逼着头不爱说话 因为脸上那一大块胎记 再加上天生智力低下 他被自己的父母遗弃了 遗弃可是犯罪 我看着陈希儿自卑难过的神色 把英赫雪领了过来 他大概是听到了我的心声 露出小酷的表情 闷闷不乐的说 院长 陈希儿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吗 拥有毒心术的英赫雪 从不在我面前隐瞒这件事 但他和我拉过钩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因此我也认真的说 他的爸爸妈妈这样做是不对的 是要被抓起来的 英赫雪似懂非懂 我想和他交朋友 那就带他去花园里玩一玩吧 我说 你上次不是告诉我 想和小伙伴一起玩敲敲板吗 英赫雪眼睛亮了 但很快又粘了 可是 现在是午睡时间 没关系 这次是特例 我摸了摸他的头 赫雪 以后我们都是陈希儿的家人了 我想要陈希儿开心起来 你能做到吗 英赫雪元气满满 我打开了花园的门 招了招手 看着两个矮矮的身影 小声欢呼着奔向了阳光下的敲敲板 我回到了宿舍 果不其然 一颗颗小脑袋滴了下去 我忍俊不禁说道 都睡不着吗 鸭雀无声 只有宋天抬起头 指了指窗外的花园 奶声奶气的说 我想和院长一起玩 那就一起去花园玩吧 我笑眯眯的说 不过 现在是午睡时间 下不为力哦 好的院长 本来拘谨不安的小朋友们 顿时眼睛亮了 齐声回应我 就像一群快乐的小鸟 奔向了花园 我慢悠悠的跟在他们身后 和小林聊天 为什么他们对你好感度都这么高啊 宿主 我从来没见过 这样快的攻略进度 我语气平静 攻略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换 付出爱 得到爱 但如果他们从小就没有得到爱 你觉得那些伪装的不纯粹的爱 能换来什么 所以如果我在十五六岁时出现 在贺雪的心里 当然不可能比得上 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天 为了攻略成功 宿主才选择进入一岁的时间点吗 不完全是 我露出一个微笑 抱起一个向我跑来的小朋友 摸了摸他的头 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攻略这个词太过宽泛 我继续说道 这个世界上的爱有太多种 教会他们这件事 当然也叫攻略 宿主 你真的和我遇到的其他人不一样 你才见过多少人 你在我眼里也只是个小孩子 我抱着小女孩坐上鞦韆 也许在你们的检测里 攻略曾经是我的工作 你才会选上我 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他有些困惑 但以前也有好多人爱着你啊 宿主 是吗 我顿了顿 很轻的笑了 我以前是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 我是沾家不折不扣的怪胎 兄弟姐妹们都有自己远大的志向 要么接管公司 要么在艺术领域大方一彩 只有我 一头钻进了小县城 支教几年回来后 又去特殊学校里做老师 最后索性自己开了一家福利院 大多数孤儿都不是健康的孩子 他们往往拥有着各种的身体或心理缺陷 一开始我的家人来探望我时 总会被我身上一些伤痕吓到 他们也不止一次问我 詹文浩 你是不是疯了 外人更是无法理解 詹家子女从小养尊处优 为什么偏偏出了一个浑身上下 没有半点贵气的詹文浩 但人的一生 总会出现那么一两件 彻底改变自己的事情 只是恰好 选择走上这样的道路 于是我对这些质疑与嘲讽 不以为一直是微微一笑 我和你们一样 都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小灵问我 所以那件彻底改变你的事情是什么呢 谁知道呢 我说小时候的记忆我都很模糊了 但应该是有这么一件事的吧 其实我还记得 我记得我们学校曾经举行过爱心活动 贵族学校的我们穿着小西装和公主裙 去隔壁的特殊学校送礼物 但那天我们没有见到特殊学校的任何一个学生 我听到他们的老师说 怕他们伤到他们 所以把他们锁进了宿舍 我们把书和衣服放在他们的桌椅上 再拍几张照片 就让我们离开了 我看见那张桌子上摆着一本书 是一本童话书 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 小新问 星星是什么样子的 我也想知道 它好吃吗 那本童话里 天上的星星都是糖果 小新看不见星星吗 那童话书的主人呢 他没有吃过糖果吗 我看着身上精致的小裙子 从口袋里费力地掏了一颗糖果出来 悄悄加进了这本书 离开之前 我向那栋宿舍楼看了一眼 我看见几个脏兮兮的小孩 挤在窗户前 看着我们 我忽然有点难过 我只带了一颗糖 也只放了一颗 只能让一个小朋友尝到星星 我过了一周连轴转的生活 新一批孩子的入院 给这分寸土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也带来了更多需要操心的事宜 小到给孩子们供应的牛奶品牌 大到新的福利院老师的招聘 这一切都需要身为光感司令的我情理亲为 幸好我有作弊力气小林 他可以帮我监管孩子们的状况 以免他们出意外 否则我就是分裂成三个人 也忙不过来 我们福利院的规模并不大 我早就招好了做饭阿姨 清洁阿姨 医生护士和护理员 但文化教员的职位太重要 之后我还要去谈开班上课的事情 必须要招到足够靠谱的人 几个面试筛选后 我终于招到了一个最合乎我心意的人 那是一个光论外貌 都能和明星相提并论的姑娘 她很年轻 留着齐尔的短发 唇红齿白 性格温柔 眼角还有一颗烟红的纸 坦白来说 我大约能察觉出她家境不差 无论是从谈吐还是气质来看 这应该都是一个从小被骄养长大的女孩 但她偏偏肤色略黑 双颊上还有被高原日照撩过的陀红 那女孩眼眸亮的像星星 她开口说道 詹院长 你好 我叫安若春 我也对她伸出手 若春你好 安若春的入职 让我有了更多时间去操心这群小孩上学的事情 有条件的福利院自设课堂 没条件的福利院一般都给孩子们办理总 考虑到其中几个孩子的特殊性 我决定设置不同的班级 给他们分班上课 各种手续办完以后 我带着安若春又招受了一批新的认课老师 正式开始了院内课程的教授 福利院内的孩子不算多 因此我也只分了一个班 名字是民主选出来的 小朋友青睐青苗两个字 于是博爱福利院的第一个班级 青苗班就这样代升了 这方面的事情我一直格外有经验 安若春明显也做足了功课 因此课程的开展十分顺利 其实在小孩的启蒙阶段 更该做的不是传播知识 而是培养习惯和形成人格 我开设了故事课 每天都会给他们讲一个故事 在童话世界里 天总会放晴 坏人总会失败 公主会遇见王子 丑小鸭也会变成美丽的白天鹅 随手揪下的小动物都会回来抱怨 生活当然不止童话 也许当他们长大就会能办 现实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 但我依旧希望他们能相信童话 不过故事课上完之后 安若春也会来给他们上安全教育课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可以教他们善待世界 却也需要有人告诉他们 不是所有人都心怀善意 一定要足够警惕 学会保护自己 英贺雪被我任命为青苗班的班长 小小的女孩就此觉醒了责任意识 每天都在为班级的和谐努力 小班长大部分时候都斗志昂扬 但偶尔也会有挫败的时候 比如今天 院长 今天陈仙儿哭了 她闷闷不乐地趴在我的膝盖上 我听到她在想 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要她 陈仙儿自从进入福利院后 开朗了许多 但偶尔在傍晚还是会偷偷流泪 英贺雪无法帮助伙伴解决这样的烦恼 只能来询问我该怎么做 在我的描述中 她的妈妈很爱她 所以英贺雪不明白 为什么陈仙儿的父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 我摸了摸英贺雪的头 小贺 人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父母并不爱自己的孩子 英贺雪敏唇 那为什么要生下她 原因有很多种 我们没办法知道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 陈仙儿的父母抛弃了她 是属于犯罪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被父母抛弃的小朋友 陈仙儿还有你这个伙伴为她担心 但还有很多小朋友 连伙伴都没有 英贺雪瞪圆了一双乌溜溜的眼睛 真的吗 是的 我为英贺雪提出建议 等你们再长大一点 你可以和陈仙儿一起 去保护这些和她一样的小朋友 英贺雪认真听着 站了起来 大大往外跑 我去和陈仙儿说 院长再见 我笑眯眯地说 去吧 小贺 事实上 在原著里 陈仙儿是一个极具保护欲的人 她手下的人都是流浪的混混 这群人大多无父无母 我不太相信这是巧合 尽管剧情给出的照片里 那个脸上有胎记的女人 神色冷冽 好似没有丝毫感情 但也许 在她的幼年时光里 她也曾渴望过这样的避孔 都说人在长大后做的一些事 是出于对童年的代偿心理 我若有所思 至少这一次 肯定不能让陈仙儿踏上迷途了 开设课程的第一个秋天 我宣布了一个消息 明天全院不上课 一起出去秋游 以往为了方便管理 又考虑到安全因素 这群小孩很少外出 更别提集体外出 秋游的地点依旧经过民主选举 定在了动物园 我也有联系过几家类似于科技馆 植物园的地方 最后发现只有隔壁市的南城动物园最合适 听说是福利院的孩子来参观 动物园的园长直接大气地表示免了门票 甚至愿意包园内午餐 只需要我们自行支付来回交通费用就行 我去查了下 发现南城动物园还挺有名的 因为动物园环境很好 里面的动物也很有灵性 甚至曾经和娱乐圈内 某知名大公司拍摄过合作综艺 那档综艺迄今都拥有着极高的热度 南城动物园的园长也很出名 一是因为他长得帅 二是因为他一直致力于生态保护 和动物保护方面的公益事业 出于好奇 我和小林一起找了园长的照片 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生 小林忽然呐了一声 有了和动物交流的能力 也答应了他要一直保护森林和动物 这是他们之间的沉默 我看了眼园长的名字 所以他是技嘉后人 小林听起来很高兴 遇到同事了呀 我笑了笑 你以后会遇到更多同事的 南城动物园和我连线的是个年轻女孩 微信名叫小温 人如其名 声线温吞 耐心又温柔 詹院长请放心 当天我们动物园会减少门票售出 秋游的计划让福利院的每个小孩都兴奋不已 每天都叽叽喳喳的讨论着想去看的动物 安若春不放心 一遍又一遍的和他们叮嘱安全事项 还细心的给每个小朋友设计了轻描手巾和秋游旗帜 旗帜会插在他们的小包包上 手巾则是鲜嫩的青色 系在小孩子们的手腕上 编成一个蝴蝶结 手巾上映着我们几位老师的联系方式 以防他们走丢后不知道该怎么回来 我把二十几个小朋友分成了四组 小组长是他们自己选的 都有着自己的祖旗 要负责同队的组员不能掉队 第一次外出 小组长们都等着小脸 和我保证一定会看好大家 既期待又紧张的样子 我包了一辆大巴车 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 天高梦梦亮 我们就出发了 南城动物园名不虚传 满眼绿意 生机勃勃 小温是个年轻女孩 五官秀美 还有一双路眼 模样乖巧 看上去年纪也特别小 詹院长你们好 她穿着工作服 和我们打招呼 我是你们今天的指引员温卫熙 安若春却像是想起什么一样 悄悄在我耳边说 院长 我以前在电视上见过她 她当时参加那个综艺客户 我和温卫熙打完招呼 出于好奇 在网上搜了一下她的视频 入目第一条 标题就格外劲爆 且看盟女徒手续盟 我表情一顿 外表看上去乖巧可爱 如林家妹妹的温卫熙 带着我们进了园区 然后神色如常的 和一旁的老虎打招 她对那只字牙咧嘴的大老虎说 飞飞离远一点 别吓到小朋友了 然后那只老虎嗓服 听懂了她说什么 乖乖后退几步 坐在了地上 空气寂静片刻 小朋友们发出了欢呼和尖叫 小温姐姐好厉害 送天后退一步 还起亮晶晶的眼睛 拽住我的一脚说 院长 大老虎刚刚叫两声 是不是很想出来和我们玩 英贺雪是行动派 她好奇地问温卫熙 小温姐姐 飞飞在说什么呀 温卫熙的表情忽然尴尬了起来 但还是维持着脸上的微笑 她饿了 她没吃早饭吗 吃了 温卫熙扶了扶额头 但是又饿了 英贺雪迷茫 怎么会又饿了呢 陈希儿发表看法 她好能吃啊 结束虎园的餐观 我们又去看了鹤园 猴园 飞禽馆 午餐是南城动物园准备的 他们提前在水族馆旁边 布置了草坪野餐布和小点心 一旁就是天鹅湖 小朋友们一边看天鹅一边野餐 个个都玩得很开心 饭后 收拾好的垃圾 意犹未尽的小孩们 进入了水族馆 园长准许 我们可以和海豚 还有白金亲密接触 鹰鹤雪眼睛亮亮的 园长 海豚好可爱 宋天也兴奋极了 他顶我的手呢 陈希儿默默站在一边 看着水里的白金 叫小白的鲸鱼乖巧地蹭了过来 天生上扬的嘴角 让他们看起来一直在微笑 陈希儿看着这只微笑的天使 由于片刻后伸出手 小白用鼻子 隔着玻璃蹭了蹭他的手 一向沉默寡言的女孩 就好像得到了 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 嘴微微张开 领唇半天 还是忍不住露出一个笑容 小白围着这块玻璃 转了好几圈 弯弯头 陈希儿也跟着他弯弯头 我看着玩得不亦乐乎的 一人一惊 留心一笑 院长 真好 安若春站在我身侧 轻声说 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这么开心 一直待在福利院里 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等到他们再大一点 就该送他们出去上学了 可是 安若春明显有所顾虑 不用担心 我神色不变 能刺伤他们的恶意 我们没办法一辈子隔绝在外 但是总还有别的办法 伤疤这种东西 只有当自己在意的时候 才会疼痛 如果并不在意 那我们将坚不可摧 动物园之行大获成功 回到孤儿院的小朋友们 都不用催促 自发地写了周记交上来 就连上美术课的时候 都不约而同地画着 动物园里的小动物 我见他们实在对动物园 念念不忘 索性把南城动物园的 孩子们采购了新的东衣 安若春说道 院长 今年年省过了 明年就要进新的孩子了吧 不仅如此 明年我们福利院 就正式开放领养资格了 我舒口气 这个不急 领养的家庭要好好看看 安若春赞同的点头 博爱福利院规模不大 就算再进小孩 估计也最多来试几个 不过没关系 再过几年 等我申请到更多资金 就能扩建了 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想吃火锅吗 路过一家香气浓郁的火锅店 我问道 安若春一愣 但是我们该回去了 明天改善一下火石吧 吃小火锅 我对他眨眨眼 好东西要一起分享 安若春看着我 神色忽然变得很温柔 他蜿蜒笑了 新的一年要到了 跨年前夜 北城下了一场小雪 我组织孩子们一起堆雪人 打雪仗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只有鹰鹤雪 一声不吭地坐在台阶边 拖着下巴看天空 我给他们买了冬季三件套 他摘了一只毛茸茸的手套 接着天上飘落的雪花 我大概明白他在想什么 我告诉他 他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下雪天 那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妈妈 他大概就觉得 每一次下雪 都是妈妈回来见他了 可他没做多久 就被陈仙儿和宋天一人 一只手拉走了 小鹤快来在雪地里画画 我和陈仙儿都画完了 就差你了 宋天小脸冻得红扑扑的 表情却很兴奋 我画的是小鹿 陈仙儿画的是小鲸鱼 你要画什么 鹰鹤雪蹲下身开始画画 十分钟后 宋天满脸疑惑 你这画的是什么呀 毛毛虫吗 像母鸡 陈仙儿看了半天 下结论 鹰鹤雪顿时瞪圆了眼睛 才不是呢 这是鹤 是丹顶鹤 我被小朋友拉来评价 憋着笑说 的确是鹤 我摸了摸鹰鹤雪的头 院长帮你画一只鹤 怎么样 本来还气鼓鼓的小女孩 顿时心花怒放 雪地活动结束 我催着她们进屋 用热水洗手洗脸 以免感冒 福利院的新年并不孤单 有不少人来探望我们 安若春也没走 我问她 她只说这是和不爱福利院 一起度过的第一个新年 她希望陪着孩子们 我们贴好对联 一起看春晚 一起做游戏 然后一起许愿 我给每个小孩 都准备了一份红包 那里面是送给他们的礼物和寄语 与此同时 我也收到了27张 写着自己愿望的纸条 他们年纪太小 刚到9点 我就催着他们上床睡觉 然后回到办公室处理事务 临近零点 我的肩颈有些酸疼 刚想自己揉揉 一股温暖的力量 却预贴了筋骨 驱散了我的疲惫 我顿了一下 宿主还有五分钟就过年了 我点了点头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我静静地看着窗外的落雪 然后站起身 来到孩子们的宿舍 为他们一个一个盖好被子 英赫雪 宋天和陈馨儿七岁的时候 我把他们送进了隔壁的小学 这两年 院里扩建了一次 进了新的孩子 也有孩子被领走了 年纪最大的 还是他们三个 英赫雪和宋天很受欢迎 不少夫妇提出领养他们 其中不乏条件极好的那种 但他们俩都不愿意离开 开学第一天 他们三个人从学校出来时 我敏锐地注意到 宋天和英赫雪神色有异 反而是陈馨儿 很淡定乖巧的样子 和我打招呼 院长 看见了等在校门边的我 英赫雪和宋天一愣 随后蹬蹬蹬跑了过来 院长 你怎么来了 我看出他们极力掩饰了自己的心情 于是也不多问 你们还小 我有空的话 肯定要接送的 院长最好了 英赫雪抱住我的手臂 今天是不是有可乐鸡翅啊 我牵起他的小手 每次开学第一天都有的菜 今天怎么会没有啊 英赫雪捏着书包袋子 欢呼一声 双手一伸 直接抱住我 小天和陈馨儿跟在他身后 眼巴巴地看着我 还有糖醋排骨和刺巴鱼 我用空着的手摸了 摸两个孩子的头 怎么少得了你们喜欢的菜 陈馨儿内敛一下 敏唇一笑 小天却抬起眼 对我露出一个大大的灿烂笑容 傍晚 我朋友排排坐在滑梯边 宋天和英赫雪都垂头丧气的样子 只有陈馨儿在安慰他们 没关系的 但他们都说你 宋天愤愤不平暴 我都听见了 我们院里都没人说你 英赫雪说 大家都觉得你脸上的快快很酷 那是因为 陈馨儿好像也急了 因为什么呀 宋天问 英赫雪也抬起头 陈馨儿沉默了片刻 才拖着小小的脸蛋 你们还记得吗 上一次冬天 院长带我们一起画画 英赫雪问 是一起在脸上涂颜亮那次吗 院长说可以画公主 王子 英雄 然后他给我画了一个面具 说我现在是假面骑士了 宋天重重点头对 你那天真是好酷 但我知道 院长是想告诉我 没有关系 陈馨儿说 我本来觉得自己很丑 但院长告诉我 我是最酷的小孩 我后来 就再也不觉得自己长得丑了 陈馨儿年纪最大 这段话让宋天和英赫雪听起来 都觉得似懂非懂 所以 没有关系 别的小朋友说我都没有关系 陈馨儿左看边右看边 而且 我还有你们呀 你们会帮我讲道理 院长是我最喜欢的人 你们一起排第二 我也是 哎 我也一样 最喜欢院长 然后就是你们了 我站在墙后 听着纯真治语 不由的失神 随后玩耳一笑 等三个小朋友拉好钩 说要一辈子做好朋友以后 我才轻渴两声 往花园里走去 院长 被我抓到偷溜出来的小朋友们 惊慌失措的站好 乖乖低头 我却没责怪他们 只是带着他们回了宿舍 送他们进门之前 我蹲下身 耐心的说道 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可以告诉我 你们可以自己解决 但解决不了了 院长一定会帮你们 见我没有指责他们不睡觉 偷溜去花园玩的事情 英赫雪绷着的小脸放松了下来 开心的说道 好的院长 小灵陡然激动起来 女主好感度满了 任务完成了 也就在这时英赫雪小声问 院长 攻略是什么意思呀 我一愣神差点忘了 小赫还会读心术 他总有一天会知道 我是因为什么来到他的身边 也总有一天会知道 我从一开始就接到了 名为攻略的任务 但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的眉眼温和下来 意思是我要让你感受到 这个世界的关怀与爱 我想教会你的东西 是世间千百种的爱 是如你一样 无数个福利院的孩子 缺失的东西 我想告诉你 春天终将到来 被遗弃在世界一角的你们 也拥有享受阳光与威风的权利 会有小鸟停弃在你的窗边 为你唱歌 你会遇到自己的幸福 同时也会拥有光明灿烂的未来 春日托我来信 告知你无数则人间童话 小赫 我希望你能平安健康地长大 这与我的攻略任务无关 我从你的眼里 看到了星星的痕迹 这一次我不再只拥有一颗糖 我想成为那个制造糖果的人 因鹤血似懂非懂 却还是伸手抱住了我 我也爱院长 我拍了拍小女孩的头 没有关系 是因为你已经明白了爱的含义 你懂得世界上爱有千种 就不会轻易去践踏任何一份爱意 宋天和陈欣儿也轻轻抱住我 我也爱院长 我们的声音传进了宿舍 黑暗中一双双眼睛纷纷睁开 刚想离去的安若春 被身边的小手拉住 那个小女孩软软地说 我喜欢院长 但我也喜欢安老师 我也喜欢院长和安老师 我喜欢的人可多了 还有做饭的刘阿姨和门口的陈爷爷 我还喜欢每个月来看我们的小温姐姐 还有上次给我们送衣服的小鱼姐姐 刚将小孩们哄睡的安若春 被一群孩子抱住 看向门口那一道 同样被紧紧抱住的身影 无奈又温柔地笑了 好不容易将一群 叽叽喳喳着表白的小朋友们再次哄睡 我和安若春关上了宿舍的门 屋外月色正好 皎洁明亮流淌在地 如同滚落的玉珠 又是新的一年 北城的每一年冬天 仿佛都会下雪 我靠在窗边 看着在雪地里打闹玩耍的孩子们 今年他们有了新的花样 要跟着科学课老师去观察雪花的形状 安若春步履轻盈地来到我身侧 我微笑看着他 若春 假气批了吧 你都好久没回家了 回去吧 不用了 安若春摇了摇头 眼里有显而易见的喜意 院长 我打算继续留下来 安若春走后 只剩我一个人坐在了办公室里 小林不声不响地为我提供按摩服务 我也像和老朋友聊天一样随口问道 小林 你什么时候走 从和他绑定起他就告诉我 如果我完成了攻略任务 他就该去找下一个宿主了 他们系统也是有KPI的 小林曾经立志当个卷王 发现我进度飞快时 也曾欢欣雀跃 但不知为何 当小赫对我的好感度到达100后 小林只是高兴了那么一瞬 随后就对离开的事情闭口不提 一直陪我到现在 但这一次 小林没有像往常那样沉默一对 或是说过段时间吧 而是轻轻落在了我的掌心 他很少以这种形态出现 在我面前一团软乎乎的光球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一向画牢的小林结结巴巴半天 终于完整地说完了一句话 我不想走了 我有些惊讶 又好像没有那么惊讶 为什么 因为我有了自己的名字 我叫小林 我想和你一起 把博爱福利院建设到最好 我久久没有说话 他好像忐忑了起来 你不愿意吗 你不愿意我陪着你吗 这一次我回答得很快 当然不是 我只是很难形容 自己这一刻的心情 我也很难形容 他听起来十分开心 我好像和我的朋友们一样 都有了想做的事情 我有了自己的名字 和最好的宿主 他们都为我感到高兴 我也为你感到高兴 我摸了摸手中的小小光团 如果这是你的意愿 那么新的一年 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吧 窗外落雪纷纷 屋内却温暖如春 我走出办公室 去给宿舍的孩子们盖好被子 但我刚推开门 就愣住了 办公室的门口挂着一个 贴了星星灯的玻璃罐子 罐子里装着一张又一张的卡片 我伸手取下了罐子 罐子上面写着 据我们的观察 院长很喜欢星星看月亮 没有月亮灯 只有星星灯 但是贺雪给你画了月亮 院长每年都会给我们 每个人过生日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院长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所以问了安老师才知道 院长的生日是在春天来的这一天 我们都写了悄悄话哦 院长你要藏起来自己看 每个小孩的名字 都端端正正的写在信封上面 一个不多 一个不少 我一眼就看到了 银鹤雪的信 院长告诉我 我遇见妈妈的那一天 下了雪是冬天 我不知道我遇到院长是哪一天 但我觉得是春天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是童话里最美丽的季节 也是我遇见院长的季节 我把春天的第一封信送给院长 因为我最爱院长 落明银鹤雪 不知道是哪里放了烟花 天空梳耳 展开绚烂花朵 我抱着星星观 读着这封春日来信轻声说 新年快乐 生日快乐 全文完 喜欢视频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吧 半破半破啦 如果可以投个币的话 就更好了 你们的支持 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我会自信更新全文的